龟山国小日前举办新北市农教育 李山离海大冒险活动 其中特别安排参与的亲子一起学习搭帐篷 爸爸妈妈难得有机会与小朋友们共同体验互动 都觉得很有意义 虽然当天碰上了大鱼角局 但是参加的亲子都玩得很开心 龟山国小日前举办新北市市农教育 李山离海大冒险活动 总共新女士都对亲子报名参加 活动当天首先安排参与的亲子一起在龟山营地搭帐篷 在讲师解说后 爸爸妈妈开始带着孩子自己动手做 虽然有些人是第一次搭帐篷动作比较慢 但可以和孩子共同解决问题完成任务 不管是大朋友或是小朋友都觉得很有意思 尤其是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更让现场洋溢着温馨气氛 第一个除了让我也让小孩子了解一些 分工合作的一个工作流程 因为一个帐篷不是只有两个人可以做 但是他也让小朋友了解说 怎么大家一起做 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快 因为我觉得搭帐篷很有趣 为什么很有趣 因为可以学习搭帐篷的意义 所以我想要学搭帐篷 在帐篷搭建完成后 小朋友们迫不及待地进到里头玩乐 感受自己努力的成果 也让家长们觉得报名这次的活动很值得 龟山国小校长林行恩表示 里山离海大冒险活动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带领亲子一同亲近自然 体验不同的生活乐趣 在玩乐中学习爱护生态与环境 我们这次的活动主轴其实是定位在我们龟山的一个童军体验 然后其实最重要就是要珍爱地球 然后让孩子在生活中能够做一些体验 那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一个活动课程 就当然包括了那个童军帐篷的一个搭设 然后食农的一个体验 然后再来我们有规划一个农场的一个参访 然后就是学校鱼菜共生菜谱的一个体验 虽然这次的活动遇上了豪雨来搅局 不过并没有因此减低大家的兴致 大家还是充满了期待 开心的在风雨中感受桂山之美 记者身边站门齐新店采访报导